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4月26号 星期五 大家好 我昨天啊 咱们录视频 前天啊 前天录视频 我才说 我说这刘静尧和刘强东两个人呢 一点节奏感都没有 两个人都缺少经验啊 没有做到让子弹飞一会儿啊 这个战斗过于密集 双方体力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得消 不过他俩呢 不过他俩体力应该都很好啊 喝了三个小时的酒 喝了十几瓶红酒 然后俩人还能再大战三百合 那么两个人身体都不错啊 我还挺羡慕他俩 体力都很好 昨天前天刚说完啊 刘静尧昨天呢 又接受了中文的媒体采访 好像是财新的采访啊 面对媒体呢 刘静尧首先来讲 他承认了这个视频和音频的真实性啊 这个之前我就说了 我说这两个肯定是真的 不能是假的 对吧 因为是假的 你能骗几天呢 马上就被接出来了 对吧 但是他说呢 这个视频和音频呢 都不是完整的 都是经过了剪辑的 那等于就是说呢 是片段啊 是真实的片段 可以这么说 对不对 好 他说呢 同样呢 他说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他带刘静尧回家的时候呢 就是喝多了迷路 同样的地方呢 走了两遍啊 呃 再说今天这个之前 我先打个预防针啊 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观众和网友们呢 非常非常的同情刘静尧 觉得他是一个小女子 然后呢 被强奸的是弱势群体啊 呃 我要跟你说 我看了今天 就是说这个中文的这个媒体 对刘静尧的专访之后呢 呃 刘静尧在我这儿的credit 基本上就可以 不不说荡然无存吧 剩下也不多了 从最初他出来的时候呢 我跟所有人一样 跟所有吃瓜群众一样啊 我也都是同情他和支持他的啊 对于刘强东呢 从头我就说没什么好说的啊 带着老婆孩子丈母娘出来 不管是强奸还是还是嫖娼 刘强东没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 为自己洗白啊 呃 所以在这件事情来讲呢 刘强东肯定是坏人 这个不容不容置疑了 从头开始就无容置疑 我们没有任何的疑惑啊 那疑惑呢 一直是关于刘静尧 刘静尧就刚开始 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纯洁的 呃小小羊羔 我完全全被害了啊 那到现在来讲呢 我对他的这种信任感 基本上就不存在什么了 啊 一直以来呢 我一直在还在帮他出主意 虽然我口气可能比较生冷啊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呢 得到一些东西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即使不能把刘强东绳之以法 最少呢 能够呢 多黑他一笔钱 让刘强东呢 也通过这件事呢 也得点经验教训 是吧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就是说离着我最初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呢 越来越远啊 所以呢 如果观众里面还有很多人 就是说非常支持 非常通通刘弥谣的话呢 那这期节目可能引起你的不适 所以我觉得你要不就差不多 就看看别的去 是吧 呃 然后 所以呢 我觉得我的观点呢 其实在上一期的时候呢 就上上期吧 关于他们两个的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基本上就定下来了啊 呃 一对呢 狗男女 一对呢 肩夫淫夫啊 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这就是我目前的这个立场和观点了 好吧 嗯 好 那往下看啊 他说 他呢 就是做出了一个解释啊 就是说 那媒体那个记者问他 就是说 你为什么愿意让刘强东上楼 他说呢 是因为呢 他酒醒了 放过我了 而且刘强东说呢 警示呢 送我回家 他说呢 解释为何会挽住刘强东的胳膊 他说呢 我在车上请求 请求刘强东之后 他口头承诺呢 不碰我 并且告诉助理呢 在楼下等他 他送我上楼呢 就回来 当时和司机呢和助理都在楼下等 在电梯迷路的时候呢 刘强东说 你是不是不让路啊 他说他道歉 他对不起 我喝多了 非常抱歉 然后刘强东拍拍我的手臂说 那就晚着我走吧 然后快出电梯的时候呢 又说了一遍 晚着我走吧 他说呢 我没敢拒绝 就保持距离呢 晚着刘强东的胳膊 到这来讲呢 其实我没 我就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就是之前的时候 这个女的怎么说的 他说刘强东在车上 把他就是摁住了 然后扒他的衣服 还尝试脱他的内衣 让他的激烈的反抗 对不对 当时我就说 我说 我跟你说 你在美国 你不要说一个男的当街 扒你 不用说他不是当街在车上啊 就是说当着另外一个老外的面 一个女的 你就是夫妻 咱俩夫妻两口子 我们的马路上 我吵起来了 你如果喊害 老外就都围过来了 你在一个车上 刘强东过来 扒你的衣服 然后你挣扎 要扒你内衣 然后呢 他说什么 他说那司机假装看不见 然后说这个助理呢 把这个后视镜挪到一边去了 也不让司机看 我不知道 一辆车 到了这种地度的时候 那个司机 这根本就挨不上啊 而且咱说也实在的 你看他们到了女方公寓 然后一块进去的时候 刘强东到了门口 把这衣服穿上了 这女的拿着自己的卡 刷了一下门 打开了 然后邀行腾东这边请 进去时 你看这女的 如果在车上 俩人挣扎了半天 这男的扒你的衣了 脱你内衣了 然后你死命的抵抗 那出来应该是什么 劈头散发 衣冠不整 我觉得这两个成语中的 没问题吧 没有 你看那个视频 你能看到这女的劈头散发 衣冠不整 是刚刚在车上 被这男的扒衣服 拽那衣的样子吗 然后好吧 还有说 那你挽着我走吧 这女的你看她像是那种 就是极为不情愿的挽着吗 我看的是挽着来 这边请 大爷 大爷 这边 挽着给我是这种感觉 所以她的这个话 我基本上我已经 我已经接受不了了 所以然后还有说让助理楼下等助理是跟上来的 嗯 到了半截的时候呢 助理没有上第二个电梯 对不对 所以你说同样的地方呢 走了两遍 我甚至怀疑是什么 就是想把助理甩掉 啊 我甚至怀疑这个刘静遥的意思 第一第一遍就觉得你带着助理 带你去我房间干什么 对不对 就是说那就在跟刘航东在沟通 没有沟通好 助理跟着时候就不带你 就带你在那儿绕 绕绕绕去就不 就不进我家 懂我意思吗 什么时期把助理甩掉了 我来带你进公寓 当然我这种猜测也是也是有点那个不太好啊 但是我倒觉得他可能真的是迷路了 好吧 那可能就是迷路了喝多了啊 然后呢 这就是关于他为什么叫刘航东上楼 为什么挽着刘航东的胳背 对吧 那我说是实在的 刘航东的助理是一个女士 这没有问题 从视频站能看得出来 这个没有人跟我搅想这个吧 没有人跟我杠精吧 说在这个男助理 不好说啊 白痴特别多最近啊 那为什么 就是说那好 你如果对刘航东不放心 如果刘航东在车上已经拔你的衣服 拽你的内衣了的话 那如果送上楼 那你就告诉刘航东 刘总您在车上等 让你的助理送我一下就了 那不就完了吗 一个女助理送一个女生 非常的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让刘航东送你 然后为什么半截刘航东把助理打发掉的时候呢 你不说话 而且你真的什么时候开始挽刘航东的 你还记得那个视频吗 助理在的时候他没有挽过刘航东 是助理走了之后才来开始挽刘航东的 所以你想想我说的对不对 是迷路吗 是成心迷路 还是把助理甩掉 助理甩掉之后 开始挽刘航东 大爷这边请 好 后面女方解释 向刘航东律师所要道歉和赔强的 和赔偿的这个音频 就是要钱的这音频 他回应 他说这段视频是真的 是真实的 但是他说也是被剪辑了 他说什么 他说剪去的 在与对方律师对话中哭泣等情绪表达 把我这些情绪都给我剪掉了 所以就令对话中的自己 显得理性而强势 他不认为这个的真实性 他不质疑 他的意思就是显得我不好 然后我听了一下 就是说音频的录音的全部 有个叫什么呈现什么的 反正他们做的 把那个都做出来了 就是说 而且我这样 我一会挖我听的那段 我搁在我的视频下方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他们非常清楚的把下边的音频 就是说他这种白字的地方 白字的字幕的地方 就是说原先刘航东他们放的 红字的地方 就都是被剪辑掉了的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把剪辑掉的没剪辑掉的 整个对比一下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 首先来讲 他说就是说打电话 不是他主动打的 是刘航东的律师打给他的 这个其实在之前的视频里 也说的其实比较清楚 对吧 刘航东律师已经说了 就是说之前你联系我们 我们当时我没在 现在因为刘航东律师说的很清楚 就是说是你联系了我们 所以你要说你的proposal 就是说你来说你来报价 而不是我报价 我给你报不了价 刘航东律师在视频里 说的非常清楚了 对不对 那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子 刘舆遥说是他跟警察 跟一个警察说 然后问警察怎么办 警察说那要问你 你是当事人问你怎么办 然后他就问警察 就说如果起诉有可能吗 警察说就你目前的这种证据来讲 几乎就是说我不认为你能起诉成功了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 他说那你就跟他们就是看能不能和解 寻求一个道歉 说这是警察说的 他得向你道歉 他得向你道歉 并且有一些经济补偿 他就说那就是好 然后他就同意警察 把他的电话给对方的律师 你要明白在美国是这样子 你是受害者 你的信息都是保密的 警察是不能把你的信息随便透露给别人的 警察要通过当事人的同意 才能把你的信息透露给对方的律师 因为警察如果透露了对方来骚扰你的话 这是警察的不对 对不对 好吧 对方的律师说的很清楚 是你跟警官说了 说了说沟通过了之后 你说你要道歉和经济补偿 和经济补偿 对吧 那么对方的 那么警察就把你的消息给了我们 给了我们之后 我们给你打电话 我们来问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说清楚 对不对 第一次他就说 我要钱 要道歉 那个律师跟他说 说当时刘航东还被在押 就我当时人现在被在押 我作为代理律师 我也不能替他做主 我就等他放出来 保守出来之后 我再跟他沟通 然后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跟刘航东沟通完了之后 又跟他联系 联系之后 他还是要道歉和要钱 是 郭荣荣可能有一点 我还很年轻 我没有时间跟你搞这些 对不对 我也没有 我当时好像还没有律师 他说但是你要是搞不好 我就只能去寻求法律援助 我就只能告你 对不对 所以你在钱上点我满意 就是这个钱 如果这个钱数我是satisfied 就是我满意的 那么那是ok 对吧 这是他的原话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来讲 就是你要钱 对 没有问题 对不对 虽然你是哭哭啼啼的要钱 那也是要钱 对不对 所以你有情绪 他不应该说你没有情绪 当然人也没说你没有情绪 对不对 人是只是把你哭的那一段的 因为那段可能也没说什么 对吧 就剪掉了 甭了怎么着 你还是要钱了 这是肯定的 对吧 好 然后再来说 他就解释了一个什么 就是说 关于这两次报警 第一次报警 是一个误会 他自己也承认了 对不对 因为不承认也不行 我当时说了 美国警察 他肩膀上戴着摄像头 传动下来了 对不对 警方的视频是有的 非常清楚 警方问他 询问了半个小时 他最后 他自己跟警方承认说 说我自愿和刘强东发生性关系 然后他还下了楼 刘强东当时被警察招牢下了 他下了楼 去跟刘强东解释 解释什么 说不是我报的警 这是一场误会 警方的摄像头都记录下来了 这是第一次报警 然后第二次报警 他说 在事发的第二天 刘强东的助理联系他 就还是女助理 联系他 要他的护照号码 护照号码 安排去纽约的事宜 静瑶就知道 我自己被激怒了 感觉自己之前的拒绝都白说了 所以在徐耀老师的鼓励之下 他才下令决心 第二次报警 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啊 说是刘强东跟他说 说把奶茶妹妹打发回国了 奶茶把他老婆孩子 丈母娘打发回国了 让刘静瑶陪他去纽约 就是说玩几天 不知道是玩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是男的玩女的玩男的 反正是玩去去去去去 玩几天 玩完几天之后 就是说 你只要在明亚斯大一毕业 直接就进京东 就是什么什么管培员 是什么 反正忙怎么着 反正直接就可以进来了 就到京东上班 然后说第二天事发 刘强东强奸他已经报警了 第二天呢 说他的律师呢 还找他要 贺照号码安排他呢 去纽约 对此呢 其实我有一点存疑 什么 就是说 刘强东之前跟他说 去纽约 俩一块玩 算是伴游吧 伴游女郎 对不对 如果第一天已经报警了 对不对 即使回来说解释 跟刘强东解释的 嗯 说说误会是报警了的话 你是刘强东的话 你还会带他去纽约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觉得啊 我不能 我也不 当然我不是刘强东啊 嗯 我觉得我不会 你懂我意思吗 你已经报警了 已经有裂痕了关系了 我怎么带你去 我带你去纽约 你又报警怎么办 嗯 对不对 如果是我要是刘强东的话 我不会 而且对刘强东来讲的话 所有的警别都响了 嗯 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来炸我钱的 对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为什么骗了我上床 又去报警 就说警察一进来之后 警察那时候上头显示 刘强东当时愣了 就问你 你搞什么 嗯 你懂我意思吗 每个男的都这样 你们哪个男的都这样 你拉着我胳膊上来 你这个大个的 完成了之后警察来了 警察来敲门了 你 刘强东有有疑惑 有疑虑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疑虑 就很正常 没事 这应该报警啊 第二天早上接着玩去 他不成 他是缺心眼吗 哈哈哈 刘强东是是智力有问题 是是是是智障吗 我不觉得任何一个智力 就能 不要说刘强东这种 挣了这么多钱 对吧 他挣了这么多钱 肯定不是一个傻子 对不对 对吧 他肯定得有 他就有点心眼吧 对不对 你就算你傻子 今天我给你上了床 刚刚刚上了床 把警察敲门了 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明天我还带你出去玩去 是吗 你在逗我是吗 我 你我不知道 他要注意联系你的话 你不管是微信联系电话里面 你要没有录音 有没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这一点 我对此有一定的疑虑 然后他还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之所以 事隔4个月后提起民事诉讼 他说律师在刑事诉讼后 需要足够的时间 从检察院拿到相关 文件和资料 然后来写民事诉讼书 他说也需要相关的调查 那这个来讲 我可以认同 这件事我可以认同 因为美国这种司法程序 非常非常的缓慢 隔了三四个月 也很正常 但是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 如果他们跟我说 双方没有经过第三方 去沟通去协商的话 我也不买账 我觉得这四个月 双方肯定有过各种的 不是直接的了 肯定是通过第三方的 然后在最后 刘宁瑶表示 如果能够打赢民事诉讼 他会捐出全部的赔款 就是说我不是为钱来的 要给自己洗白 但是说实话就在他前面 他的这些言语 让我如此的难以接受和相信之后 我对他现在说的话 我几乎每一句话我都存疑 我不能证实 不能证美 我只能就是说存疑 好吧 这就是刘宁瑶接受国内媒体的 他的这些回答 还有我的一些分析 好吧 我知道可能会伤害到某一些观众的心 觉得好像我没有 就是说同情弱者 但是说实话 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看不出来谁是弱者 在我看来 我还是我的观点 一对狗男女 兼夫 淫妇 好吧 这期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